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秦 秦汉 秦汉跟魏晋南北朝搁一块 隋唐三大块 三大块 你们不是给我再做总结 你们不是给我学 你们不是给我学 明白那意思吗 那我们来看这个宋元这一部分 第五章 第五章 先看标题 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加强和封建经济的继续发展 这个标题也就是这一章的什么特点 几个特点 俩 哪俩 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和封建经济继续发展 宋元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三个民族融合的高峰期 第一个是什么时候 秦汉不是 第一个是什么时候 春秋战国 先秦是第一个民族融合的高峰 第二个呢 咱没讲是这个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 匈奴险卑 结底枪 五胡 五胡乱华的时候 五胡都给胡进来了 是第二个民族融合高潮 第三个就是在这个宋元时代 你看咱们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一脉相承 我们发展到今天 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能够心火相传 子孙不绝 一到今天 很多这个古老民族都灭亡了 我们能到今天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是不断的融合的产物 不断的融合的产物 就是我们这个民族是比较 怎么说呢 比较杂 比较杂 比较杂呢 就应该说的比较聪明 就是这个遗传基因就比较好 所以咱们中华民族 这个 就中华民族 其实咱这里边讲 就是古代 就是说咱们汉民族 就是本身 它就是不断的民族融合的产物 不断的民族融合的产物 所以这个第五章呢 又是一个民族融合的高潮时期 民族融合的高潮时期 是吧 这个我们来看第二节 那我们来看第二节 这个八十九页 旧书行在一百页 新书在八十九页 你们有人用旧书吗 就是一百五十三页的那书 有吗 你这不是 就是那个新书是一百四十页 那个满满 旧书是一百五十三页 旧书好像在一百页 新书在八十九页 北宋的建立和中央集权的加强 这个是我们要讲的 因为第一节不考 五代不考 直接就是北宋 直接就是北宋 第二节 第一个内容 北宋的建立和分裂局面的结束 第二节这个内容很重要 因为这一节它是考制度 考制度 所以这个内容很重要 时间是公元九六零年 时间是公元九六零年 后州进军大将赵匡印 后州进军大将赵匡印 然后这个陈桥兵变 在今天的这个河南陈桥兵变 然后这个建立宋朝 年号建龙都东京 在东京不是日本啊 就是这个这个 今天的哪 开封 洛阳是西京 宋朝有四个首都 西京洛阳 东京开封 南京商丘 在商丘 这个就是它叫应天 它就是商丘 北京是在哪 我忘了 反正它都是在河南境内 它有四个 四个首都 这个东京是指的开封 那变良辅 赵匡印呢 就是宋太祖 太祖皇帝 赵匡印 那么这个赵匡印建立宋朝的时候 这个当时的中国呢 就是还是在五代十国这种分裂局面下 所以往下边看 北宋建立后 北宋建立后 找到了吗 宋太祖 宋太祖 北宋建立后 宋太祖 下一行 削平南方 北宋建立之后 宋太祖是削平了南方 公元907年 李唐王朝被他的藩镇 朱温所灭 朱温灭了这个唐之后 他建立了梁 他建立了梁 17年 然后梁被这个后唐代替 然后后唐完了是后晋 后汉 后州 等于就是黄河流域啊 53年的时间换了五个朝代 梁唐进汉州 这五个朝代呢 一共53年 最长的是后梁 17年 最短的是后汉 只有四年 四年还换俩皇帝 是吧 所以这个 就是过去这个 后人写诗啊 就说这个 朱里石流锅 五姓 朱里石流锅 梁唐进汉州 都来十四帝 拨乱五十秋 十四 五十年 十四个皇帝 那你想这些皇帝 大多数都是怎么死的 就被人做掉了 那种 是吧 就非正常死亡 大多数都是这种 非正常死亡 你想 53年的话 如果是 这种盛世王 汉武帝在位是57年吧 是吧 一个太平天子 就能干这么多年 汉武帝是57年 是吧 这个康熙也是61年 乾隆爷要算上太上皇 63年 是吧 54年 是吧 汉武帝54年 是吧 然后那个辽朝 还有好几个皇帝 在位四五十年的 西夏人都有 是吧 都有 所以你看那个 这个 这可倒好 都来十四帝 拨乱五十秋 汉武帝54年 是吧 这个十四 哥十四 53年 是吧 可见那个 黄河流域的 这个 情况的话 如果用一个词形容 就是怎么着 乱 战乱 为什么他能那么乱 就是因为他每一个皇帝建立的这个 就是一个王朝的建立者 都是前一朝的什么呀 大将 翻阵 手握 重兵 所以当时你像那个承德军节度使 安仲荣 他就公开讲 天子宁有种业 兵强马壮者 为之 是吧 谁胳膊粗 谁拳头大 谁就是老大呗 是吧 所以他这样一来的话 这个可不是他这个国家的乱吗 那因此这个 呃 北宋 赵匡胤 也是因为他做了这个 进军大将 他才能削平 他才能篡权 是吧 这个削平南方 削平南方之后 呃 第二点 九七九年 这个时间其实呃 应该掌握哈 宋太宗 消灭北汉 结束了这个五代十国 啊 宋太宗 消灭了北汉 结束五代十国 太祖皇帝 驾崩之后 胸中 帝脊 由他的弟弟 这个啊 赵光义 继位 这个人继位之后 就是宋 太宗 那所以 北宋是太祖太宗 两代皇帝 才算把这个五代十国 分裂的局面 结束 啊 但是并没有完成 中国的 统一 那他跟那个 呃 呃 汉唐这样的王朝 是没法理 他并没有完成 中国统一 大家往后翻 看一眼地图 呃 在九十六页 那九十六页 旧书我就不知道在哪页 自我找去吧 新书在九十六页 呃 看一眼地图 请告诉我 呃 大家告诉我 你看这这张地图的话 那么这个在 在这个地图上 我们可以看到的都有哪些政权跟北宋并存 哪些政权是跟北宋并存的 辽 呃 北边是辽 西边是 西夏 还有吗 还有吗 大理 云南那边是 大理 大理 还有吗 回合和 吐蕃 回合和吐蕃 还有回合和吐蕃 女真她 对 女真因为在辽境内了 在辽境内 那就是说这个 你看这些个 这个政权里边 地盘最大的想是谁 是辽 那后边我们会讲 辽就是契丹人建立的 是吧 今天俄语里边 中国 那不就是发这个契丹的音吗 你念不好听就是你大爷 是吧 你大爷 契丹 契丹的音 这个 所以说北宋并没有完成中国统一 是吧 并没有完成中国 他好多 他连这个中原王朝疆域的主体部分 他都没有得到 所以这个宋太祖啊 他 陈桥兵变 他建立了这个宋朝 因为他篡权的时候 后周世宗柴荣 这个驾崩 柴荣英年早逝 儿子公帝柴宗迅继位 年仅七岁 所以他等于是欺负人家后周 孤儿寡妇 这样的话 他篡取了这个政权 他篡权之后呢 他当然他就要保证 我这个政权得 得长久 那么为什么这个政权 长久不了呢 以前为什么长久不了呢 他就问这个宰相赵普 这个宋太祖本人呢 是高干子弟出身 他爸爸和他爷爷都是军区司令一级的干部 然后他的这个 曾祖就是什么 也就是知州知县 就是那种地位书记 或者县党之类的干部 所以他是那种军区大院长大的孩子 然后这个整天从小不好练书 打架 然后进攻击局 这个就比较豪侠的这么一个人 精通武艺 今天这个中华武术里 还有什么太祖长拳 这种套路 六十四路盘龙棍 都是当年赵黄印发明的 所以他是一个武将 他任用的这个谋臣叫赵普 这哥们是一个典型的 无师自通的知识分子 就是赵普不看书 一共就看过半本论语 是吧 论语还就看了一半 所以人就说半部论语治天下 我就看半本够了 所以赵黄印就跟赵普就聊天 君臣俩就聊天 赵黄印就问赵普 他说奈何唐纪以来 自从唐朝末年以来 帝王繁义八姓 帝王换了八姓 说国家这么乱 无欲为国家建长久之策 轻卫即将安出 你给我出个主意 咱怎么能为国家建长久之策 所以赵普马上听到这非常高兴 马上就跪地回答 陛下之言即死 天地神人之福也 为什么国家这么乱 他说什么呢 为什么国家这么乱呢 赵普说 此非他故 方振太重 此非他故 方振太重 君若陈墙而已 方振指的就是什么人呢 就是那种手握重兵的大将 尤其这些武将 他们的权力太重 方振太重 君若陈墙而已 今欲置之 亦无他奇巧 你现在要想置他们 怎么办呢 为捎夺其权 这几句话 希望大家记下来 收其精兵 唯捎夺其权 收其精兵 置其前谷 捎夺其权 收其精兵 置其前谷 则天下自安你 赵普跟皇上说 他是宰相 你现在要想解决这个问题 为国家建长久之策 你只要做到 捎夺其权 收其精兵 置其前谷 则天下自安你 宋太祖听到这非常高兴 轻悟复言 朕以欲矣 你不用再说了 我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所以就开始这么做 从几个方面入手 置这帮人 几个方面入手 哪仨方面 权 兵 钱 你没权 没兵 你干个事 谁还听你的 你这不就完了吗 这还不好解决这个问题吗 所以往下看 中央集权的强化 这个内容是巨重要的一个内容 它是为了改变 唐以来翻阵割据的局面 这个咱没讲 唐朝一开始 这说来就话长了 搞这种辅兵制 咱们没讲 因为那书上不要求 辅兵制的话 它不是职业军人 咱们讲过唐朝以前 中国没有职业军人 平时您种地 然后到时候您去打仗 打仗 这个辅兵呢 就是折冲府 一个折冲府 是一千八百人 一个折冲府 是一千八百人 设折冲都尉一人 折冲都尉一人管辖 管辖 如果一有战事爆发 朝廷临时选将 然后临时选折冲府的部队 去打仗 打完仗之后 兵散于府 将归于朝 这样的话 兵不识将 将不识兵 就不会造成这种 叛乱 这次打突厥 皇帝调山东折冲府 山东全省折冲府 就去打突厥 然后由左门卫大将军指挥 然后下次可能打回合 还是左门卫大将军指挥 但是这回可能调的是 隆西的折冲府了 所以你兵不识将 将不识兵 这样一来 它是叛乱的可能性是没有了 但是你想这样的军队 战斗力强吗 不强 他平时他的业余身份是军人 他的主要身份是农民 职业农民 业余士兵 然后打起仗来 兵不识将 将不识兵 你也不知道这儿的军队有没有战斗力 然后所以到唐朝的时候 就开始搞 就是募兵 你自己招募军队 职业军人 职业军人一存在 战斗力是上去了 问题就是谁招的兵 他就听命于谁 所以就容易对中央构成反叛 就这帮节度使 这构成反叛 像咱安史之乱 这最起码大家听说过 安禄山身兼 泛阳河东平鲁 三镇节度使 管辖咱今天的河北山西辽宁 三省 然后麾下精兵十五万 中央军才十二万 只会提政部 他的十五万 这个军队 所以他一下就能够爆发了八年的叛乱 因此 等于后来唐朝灭亡 就是亡在这番阵手里 所以北宋教这么干 从权前兵这三个方面把这个叛乱的可能性 所以第一集中军权 解除进军将领的兵权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悲酒士兵权 太祖皇帝召集他这帮哥们 跟他一块打天下 这帮人都是他哥们 什么政治处主任的儿子 然后什么参谋长的儿子 然后后勤不打的儿子 全都这么一帮人 原来都军区大院长大的 召这帮人来喝酒 喝得高兴了 宋太祖说 我天天睡觉就睡不踏实 我睡不着觉 然后这帮大将很奇怪 陛下富有四海 何出此言 当初你们贪图富贵 把这黄袍披我身上 让我当皇帝 你说这话多不讲理 你们贪图富贵 把黄袍披我身上 你们想做开国元勋吗 所以你们贪图富贵 让我当皇上 把我逼到这份上 万一有朝一日 你的部下贪图富贵 要逼着你当皇上 你怎么办 这帮大将一听吓坏了 跪地就磕头 那您说我们应该怎么办 宋朝的皇帝宅心仁厚 宋朝皇帝说 干脆咱们打仗的目的 不就是享受吗 现在你们干脆就 就回家待下去得了 你们也别打仗了 这么拿岁数了 回家待下去 你要房子我给你房 你要地我给你地 你要钱我给你钱 你买点歌儿舞女 得尽天年 然后咱们结成君臣之间 结成儿女庆庆 我的公主 我嫁给你儿子 然后你的儿子 你的闺女我儿子娶了 那儿女庆庆 这样一来的话 君臣无猜 多好 这帮大将 第二天纷纷上表 我不能骑马了 脚有问题 古裂了 不能骑马了 所以全都纷纷上表 不来了 然后你去到外地 做节度使 但是节度使的实权 又被剥夺了 岳飞后来就是三镇节度使 身兼三镇节度使 十二道金台一掉 乖乖的回来 回来就干掉 按路山就反了 那会儿的节度使 只是一个什么 虚弦了 没有任何的实权了 所以这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进军统领权一分为三 对皇帝负责 然后又设立疏密院 又设立疏密院 找到了吗 进军统领权一分为三 然后又设立疏密院 这个互相牵制 跟这个进军的这个统领互相牵制 调兵的不指挥军队 指挥军队的不调兵 那进军是什么 不是 就是往往大家都认为 这个进军就是进卫军 不是 北宋的进军就是正规军 相当于中国人民解放军 相当于中国人民解放军 进军是在中央和边境 往下是湘军 湘军就相当于武警公安 相当于武警公安 然后湘军 湘军就相当于民兵预备议 是吧 然后是这个 嘿这翻兵 是翻兵 翻兵呢 一般就在边境上招募的这个少数民族 所以北宋的军队由这么四种构成 进军 湘军 湘军 翻兵 进军就是镇 镇国一军 进军的统帅 叫殿前都典俭 就相当于这个总司令了 殿前都典俭 赵匡印之所以能够篡权 就是因为他做这个殿前都典俭 然后他妹夫高怀德是副典俭 所以他们俩就能够这个篡权 他们俩就能够篡权 就把这江山给篡了 所以赵匡印做了皇帝之后 首先就把这个职务给怎么样 给废了 给废了 变成了什么呢 变成了什么呢 三崖 进军统领权一分为三 三崖 世卫 殿前都指挥史思 世卫亲军 马军都指挥史思 世卫亲军 步军都指挥史思 他一下 把这统领权一分为三 等于这总司令 就一个变成了什么 撒 变成了撒 所以他都对皇帝负责 都对皇帝负责 但是你只能统帅军队 调兵不归你 调兵归谁呢 归苏密院 是吧 苏密院统帅军队 是这个调动军队 苏密院就在那儿向往 今天总参谋部 是吧 他这个调动军队 就这个道理很明显 38军军长 统帅38军 但他能调动38军吗 你调一个牌子 都得中央军委批准 是吧 你不能说 我调一个连 跟我们家盖房去 那不可能的 是吧 你调一个牌子 都得中央军委批准 是吧 所以他这个 就统兵的不调兵 调兵的不统兵 这样的话 这军权才能够怎么样 要不然的话 他就造反了 所以他这个 哪个国家都是这样 而且 苏密院的长官 一定是文官 北宋是文官治军 苏密院的长官 一定是文官 这个 有点跟今天 这个西方民主国家 很相像 你看今天西方国家的 这个国防部长 一定是穿什么的 穿西装的 什么什么先生 不是什么什么将军 对吧 他都是文官治军 就是对这个武将是 就是怕你干预 武将要干预政治的话 就容易 是吧 所以你看那个西方 审判战犯 战犯一般也都是 穿西装的 很少穿军装的 军人以服从为天旨 我没错 是吧 所以咱们国家的北宋 都是就是这么做了 文官治军 苏密使来指挥军队 指挥军队 然后第1 2 3 刚才3了是吧 该几了 该3了 该3了 实行更述法 找了吗 第一个是 剥夺进军将领兵权 然后削夺解渡史的权利 然后第2个是 进军将领一分为三 然后这个 改变了这个什么 改变了这个 就是 书密使 设书密院 找到那个了吗 然后是那个 进军统领权 一分为三 最后第3个 实行更述法 找到了吗 更述法 什么叫更述法 教堂上给你讲了 什么叫更述法 进军定期更换 驻地 但统军的将领 不随军调动 以防止 以防止五六 什么意思呢 38军驻保定 27军驻石阶庄 54军驻济南 是吧 是这样的 然后呢 这个 现在 现在 三个军部不动 三个军部不动 这个38军军部 27军军部 54军部不动 然后54军 调到保定去 是吧 然后27军去济南 38军去 去这个石家庄 他这么一调 等于就是 你指挥的部队 跟你原来的部队 怎么样 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 他目的还是想达到 兵部实将 将部实兵 他几年一换 几年一换 所以你这样一来的话 你就不会这个军将 勾结造反 不会军将勾结造反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 第三 第四 地方精壮 编入禁军 地方精壮 编入禁军 地方精壮 编入禁军 半数 就是说这个强干弱支 强干弱支 地方的精壮 要编入禁军 强干弱支 这个 怎么个强干弱支法呢 香军 香兵 翻兵 里边的精壮之势 翻兵可能不算啊 就是这个精壮之势 都被选入什么 禁军 这样做 都被选入禁军 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凡是这个地方的这个 这个就是比如说那身高体壮 武艺高强的 都被编入禁军了 那地方的这个部队就怎么样了 很弱 很弱 只能补盗 根本就不能干嘛 不能打仗 只能补盗 根本就不能打仗 补盗还经常被盗给累死 是吧 就是这样一帮老弱病残 所以你看到这个 就是 以后我们会讲 这个少数民族政权 金也好 辽也好 元也好 你跟宋朝打仗 只要一突破边防 马上就能打到哪 就是京城 那就能打到京城 那你中间一些州郡都没用吗 都要中就全是这 他能有什么用啊 他当然没用了 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 而且从北宋开始 从宋朝开始 这个中国 中华民族绵延了几千年的上武精神 就越来越怎么样 就失去了 你中国的对外战争 在近代以来 对外战争屡战屡败 除了制度腐败 装备落后 最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缺乏上武精神 没有上武精神 好难不当兵 好铁不打钉 对吧 好铁不打钉 你这袖子要卑躬拉剑 这什么玩意儿 为什么小日本几十万纵横中国 人家的读书人腰里是插着两把刀的 咱们读书人是插着扇子的 插着扇子 你看西班牙皇家马德里武器博物馆 在故宫有一个展览 看完之后 我真是觉得很震惊 你看人家皇上玩什么玩意儿 亏 剑 盾牌 人家皇上整天玩乐 你看咱皇上整天玩什么 玩锅 玩曲 高雅一点的就是笔墨直艳 你没有这种一个民族集体上武精神的缺失 今天可能就是挤公公汽车 就是这精神保存的比较好 就从宋朝开始 唐朝以前可不这样 宋朝 宋朝为什么 就是他把武将的地位压得怎么样 很低 林冲 八十万进军教头 让高求给欺负成那样的 知道吧 八十万 八十万进军教头 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术组教练 是吧 进军的教头有多少个 五千七百多个 是吧 林冲只过是五千七百分之一 是吧 八十万进军 五千七百多个教头 教头上面都教头 于侯 都于侯 指挥使 都指挥使 都指挥使 正五品 你说这教头是极品 教头极品 纵八品下 纵八品 就是说这个四品以下的官 就是这个九品十八级嘛 每品分正纵两级 四品以下 每级又分上下两级 他是纵八品下 是吧 纵八品下 那就是线令正七品上 你想 他差多少 差多少 哥今天的话讲 就连排级干什么 是吧 连排级干什么 他要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术组教练 他至于上梁山 对吧 所以就是武将地位很低 士兵经常逃亡 为了防止士兵逃亡 脸上刺字 什么人才在脸上刺字 犯人 犯人 这不是毁容吗 给你刺成字 第八连 第一营 第八营 第一连 第二排 这应该刺尖章 给你刺脸上 给你刺字 所以你想想 宋朝的武将地位很低 所以对外战争 为什么老打败仗 老打败仗 道理在这 就是这个狄青 北宋的狄青 南宋的岳飞 是武将熬上疏密副使的 这个是挺不容易的 狄青当疏密副使 他说脸上还有字 还有字 皇上给他药粉 他给洗下去 我留着 留着 激励将士 我这样也能当上疏密副使 但是就你这一个 没别人了 激励不着将士 所以北宋为什么对外战争 屡败 武将的地位 太低 没人洗武 打仗都让文官去 文官又不会打仗 皇上给你阵图 照着我来打 给你阵图 你拿着阵图 到了前线 打开阵图 你就傻了眼了 皇上让我扎营那地方 他是一条河 我们不能跟河里泡在 你在请示皇上 没等你请示 到了 敌人军队就打过来了 所以他这个 跟他这个 这个有关 第二个 这不是兵吗 地方的兵没了 第二个 集中行政权 这就是权 从权这个角度看 集中行政权 参之正事 做副相 副相 这个宰相 本来在这个 什么时候啊 在这个 唐朝 随唐 就由一个变成 可不止仨啊 一窝了 独相变群相了 变成一窝了 到了这个 宋朝 又设参之正事 作为副相 作为副相 那这个宰相的数量 就越来越多了 那参之正事 作为副相 这个副相 可以临时设立 临时设立 然后设书密使 设书密使 管军事 原来的丞相是上马管军 下马管民 因为兵部是归丞相管的 归三省上书城管的 现在他设立书密使 你这三省截制不着了 管军事 把宰相的军权就给 就夺出来了 那夺出来了 所以这个书密跟这个宰相啊 就叫东西两 东向西向 东西两向 又设三思史 管财政 三思史 管财政 原来的户部 是隶属于上书城的 对吧 现在呢 又设了一个 三思史 管财政 对吧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这个项权就更加的削弱了 那项权就更加的削弱了 那 然后这个 这是在中央 这是在中央 这个 然后 然后呢 大家注意看 在地方上 地方上 州的长官之州 找到了吗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 由中央派文官担任 原来的地方官是怎么认命 不是 比如说原来啊 原来地方官是怎么认命的 原来的地方官是地方官 这话说的这么变成 原来的地方官是地方的官 对对对 四川省省长是四川人 明白那意思吗 这个安徽省省长是安徽人 他是地方的官 当然也得中央任命 从宋朝开始变了 是朝廷委任经官 出去当地方官 明白那意思吗 比如我本职 我的本职是大理寺少卿 我应该是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大理寺少卿 支端州市 我就到端州做支州去了 我还干我这大理寺少卿吗 不干了 明白这意思吗 我的职是大理寺少卿 我的差遣是支端州市 等于所有的地方官都是中央 从中央怎么样 派出来的 那我支端州市的地方官 一定是端州人吗 那就不一定了 能明白那意思吗 所以你地方要想作乱的话 我来的官跟你这地方怎么样 不一样 从宋朝开始就全都是这样 一直到本朝 一直到现在 基本上都是这样 就是说实际上 你看那个省一级干部 他都是中央怎么样 往下派的 往下派的 你北京市市长 一定是北京人吗 好像这个好像是 反正一般来讲 他不一定说就这个地儿 你本地做官 不一定是这样 所以你中央派出去了 当地方官 然后设通判 监督 设通判 通判监督之州 所以通判叫监州 监督 有人跟宋太祖说 你让文官下去当地方官 你给他们这么大的权力 他们会贪污的 你猜宋太祖说什么 一百个文官贪污 也不如一个武将造反 对国家的危害大 所以您愿意贪 您就贪 只要您不造反 知识分子最幸福的时代 就是宋朝 谁要说宋朝不好 我跟谁拼命 我跟谁拼命 宋朝是知识分子最幸福的时代 汉唐很可敬 但是一将功成望谷枯 活在那样的朝代 你是很惨的 明清就更蒙皮了 宋朝是非常可爱的王朝 非常可爱的王朝 他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80% 占世界的80% 宋朝的财政总收入 北宋是明朝的十倍 南宋是明朝的六倍 直到新丑条约那会儿 清朝的财政收入 才赶上南宋 才赶上南宋 两宋富裕到什么程度 有钱 重商主义 如果宋朝不是被野蛮的蒙古人给灭掉了 咱中国早就按部就班 发展到资本主义 咱就火烧白金汉宫了 那么好 可惜 当然这个历史是不能假设 宋朝是很可爱的 太祖皇帝有遗训 太祖皇帝有遗训 刻在碑上 这碑在宫中的一个密殿里边 每一个新登基的皇帝就看这碑去 碑上有三条 刻了三条 第一 不得杀害柴氏子孙 咱江山是从柴家抢来的 这要搁咱们 我从柴家抢了江山 我得把柴家连根刨 连根刨 结果宋朝是不得伤害柴氏子孙 有罪不得加刑 何况他也没 不可能有罪 后代柴氏子孙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不得杀害士大夫 不得杀害士大夫 你只要读书 你就没有死罪 在宋朝 你只要是读书人 你就没有死罪 所以文官没有被判死刑的 文官没有被判死刑 没有死罪 贪污怎么办 杀 不能杀 这是祖宗家法 不杀士大夫 流放 是可杀而不可辱 也不能流放 皇上说那怎么办 无罪是怕 皇上说那一件快意事 我也做不得 宰相说这种快意事 你不做也罢 你不做也罢 贪污没关 贪污没关 不得杀士大夫 第三就是 尚书言试者无罪 你给皇上写信 说事无罪 知识分子最幸福的朝代 就是宋朝 那待遇 高到什么程度 宰相的工资 一年 三百万人民币 三百万人民币 宰相 两万四千亩土地的总收入 这是工资 是吧 奖金 是吧 你还可以贪污呢 是吧 你还可以贪污 是吧 那三百万 三百万是小头 大头在后面呢 你看 对吧 你还在后面呢 对吧 所以宋朝你看 就是再著名的这种官员 他的生活都是特别豪奢的 就包括我们知道 什么寇准 欧阳修 是吧 这帮人都都 都那个特奖牌上 他到可今儿造 花不完呢 你看 是吧 你花不完 是吧 那都待遇优厚 那对宋朝的后代世人嘛 后代世人 都知识分子 生活得很好 很优越 很优越 宋朝的皇帝啊 惨到什么份上啊 都没钱给自己修坟 皇陵很简陋啊 在河南拱益 是吧 很简陋 跟那个那汉唐那种 阴山为陵 跨山连谷的 那没法比 跟明清那也没法比 地里的大坟头 反正比我那大 不是 比咱们那大 就那意思 就那意思 很小 很小 为什么就是 别的朝代 都是皇上一登基 就开始干嘛 修坟 皇上不死 这坟不能修完 你不能说你完工了 你入住吧 那那是什么 不能修完 是吧 他这个 而宋朝是 皇上活着不能修坟 皇上死了之后 再修 七个月内必须完工 不然皇上都烂了 你看 那会儿没有防腐 烂了 所以七个月 必须完工 所以那皇陵都很简陋 很简陋 这个 第二个 第三 也都被盗了 集中的这个财权和司法权 在路设转运使 在路设转运使 然后这个 把这个 把这个地方的这个财政 都转运到中央来了 等于是 然后地方司法人员 由中央派文官担任 找到吗 找到吗 这就是提刑史 这个官叫提刑史 提刑 你们看过那什么 大宋提刑官 看过那个 和兵演的那个 是吧 送辞 送提刑 提刑史 这个就是死刑要报警 中央 一到今天都是 你比如说你在安徽杀了人了 判死刑 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所以你那个提刑 就是你死刑要报给中央 是皇帝亲自批 你像在清朝就在冒秦殿 皇帝给这死刑犯案打勾 冒秦殿勾到 勾一个人 大臣就要下跪三次 给他求情 上天有好生之德 是吧 请皇上恩准 皇上看这家太坏 勾了 勾了勾 是吧 就是大臣得 大臣得做那个样 每一个人要请 请求三回 别杀的 有好生之德 当然一般判死刑 大奸大恶之人 勾了就完了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权 兵 钱 地方怎么样 权没了 权没了 中央集权 大大加强 大大加强 所以看他的结果 结果 藩镇割据基础 铲除 维护统一安定 有利于经济发展 藩镇割据的基础 铲除 维护了这个统一安定 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这是他的这个结果 所以大家看这个宋朝以后 确实没再发生过 除了清初的三藩之乱 这是很特殊的 再也没有发生过地方反叛 中央 就这个问题就解决的 很好了 强干弱支 把地方都被怎么样 削弱了 都被削弱了 所以他这个 这个做的就 就很好 很好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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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员 冗烂 财政开支 庞大 官员 冗烂到什么程度 冗烂到什么程度 刚刚咱说了 书密使馆 军事 兵部还有没有 有没有啊 有啊 三省六部 你不能变成三省五部啊 兵部还有 是吧 三私使馆 财政 户部还有没有 那这机构又怎么样 重叠吗 重叠就会产生什么呀 扯皮呗 这事是你干 还是我干 扯皮呗 所以这效率反而怎么样 低下 而且北宋的这个 由于朝廷后代世人 这帮都大爷啊 是吧 这帮大爷脾气大啊 是吧 然后那个 一般人就不好弄他们 是吧 所以他这个 惯了他们的毛病 是吧 所以这个 他这个 机构重叠 是吧 这个官员容赖 这个 造成这个 第二个就是 军队的战斗力下降 当兵的脸上刺字 当官的 昨天晚上才看孙子兵法 是吧 所以你想啊 这怎么打仗啊 所以他造成他这个 呃 官员的这个 这个 就军队的战斗力下降 第三个是 地方财政困难 积贫积弱 那说北宋啊 积贫积弱 知道了吗 我问大家啊 北宋积贫积弱 他是真的贫 真的弱吗 不是 他有钱 他是中国历史上 最有钱的王朝 只不过这钱怎么样啊 哎 都就花的不是地方 就是哎 对 花的不是地方 就造出去了 是吧 你说他积贫积弱 他真穷真弱吗 不是 不是 所以我们说 北宋初年 加强中央集权 这些措施 有利 有弊 看诸子 与类 诸锡总结的 是吧 本朝建五代 翻阵之弊 遂尽多 翻阵之权 兵也收了 财也收了 赏罚行政 一切收了 是吧 周俊岁日就困弱 看到这句话了吗 你看那个朱熹说这话 我也大白话了 这也收了 那也收了 一切都收了 是吧 然后他后面还有几句 是吧 周俊岁日就困弱 周俊岁日就困弱 所以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 靖康之异 鲁迹所过 你什么都收了 造成的结果 靖康之异 鲁迹所过 莫不溃塞 所以我们 我们这个 就是北宋 我们为什么灭亡 就是因为 你把地方上 什么都给收了 所以产生了这个结果 靖康之异 鲁迹所过 莫不溃塞 那么我现在问你 朱熹说的对不对 北宋灭亡 是不是因为 你把什么都收了 不是 你说对不对 为什么不对 我说对就是对 不对就是不对 别是没有不完全对 你说 就是对还是不对 朱熹说的对不对 对 对 是吧 对 凡事有利有弊 利和弊 都是客观存在的 明白这意思吗 都是我问你对不对 我说这个弊 对不对 是对的 什么叫不完全对 利也对 弊也对 明白这意思吗 你 女孩 学生 我说你是女孩 对不对 你说不完全对 我还是学生 我说你是学生 对不对 不完全对 还是女孩呢 这属于台杆 对吧 这属于台杆 我说你是女孩 你是学生 明白这意思吗 所以老记录 历史没有不完全对 有利有弊 我拿出利和弊 问你都是对的 对吧 都是百分之百对 对吧 所以你是不是削除了地方 翻阵割据 是的 你是不是造成 鸡贫鸡肉 弄它灭亡 是的 就是这样 因为你地方 什么都没了 所以鲁迹所过 莫不溃散 是吧 我全是这帮人 怎么抵抗 少是民族骑兵啊 对吧 你说我招兵 招兵我没这权啊 好不然皇上给这权了 你可以招兵秦王 我没钱 钱都递交中央了 是吧 没有大将啊 你让秀他干这 他干了啊 让他干了 所以造成这地方 就很快就被这个 灭掉 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一定要牢记住啊 这就属于那种叫什么 什么历史唯物主义 看待问题 是吧 就是你别那个那种 就是别受政治影响 这件事不完全 怎么不完全 完全 是吧 他很对 很对 所以这是我们讲的 宋朝他怎么来 宋朝他怎么来 这个 就是说他这个官制 怎么改革的 下面就是看 他怎么 选拔官吏 怎么来选拔官吏 就是科举制度的发展 宋朝科举制度的发展 第一 乡市 省市 电市 三级 省市就是后来的 会市 后来的会市 有的那个外行的书 写会考 那是高中毕业 会考 谁谁 康口维在北京参加会考 康口维哪工学 康口维高二 康口维 后来呀 他是分成这么几集 院市 乡市 会市 会市就是省市 就是省市 和这个 殿市 和殿市 院市中了的叫秀才 你这个 没中就是童生 你连秀都没中就是童生 古代没有毕业那一说 是吧 小孩五六岁进学 进学之后 你可以考秀才去了 是吧 你要是七岁考上就神童 你七十考上也可以 是吧 饭进不就五十多在考上秀才吗 对吧 就是老同生 是吧 你只要没什么就是老同生 这个 洪小泉那次贼王吧 他为什么造反 就是他考了一辈子秀才 你没考上 你看他那学问 他能考上有天理吗 是吧 他没考上说明大清不腐败 是吧 说明大清不腐败 他就考不上 从18岁考到30多 小学毕业达不到 达不到的水 他就是没考上秀才 然后你考中了秀才 可以去参加 相试 相试就在省城举行 重试的叫做举人 举人的第一名叫 戒园 唐伯虎就是唐戒园 举人的第一名叫做戒园 然后你就可以去参加会试 三年一次 有礼部主事 重试的都叫共试 共试的第一名叫会员 会员果汁 共试的第一名叫会员 然后你中了共试之后 去参加电视 所有的共试都去参加电视 肯定都能中 都能中 只不过就是分三等 给你分个三等 电视的 重的都叫近试 第一名叫状元 然后榜眼探花 一甲 三名近试极力 二甲若干 同近试极力 然后这个就是近试极力 近试出身 同近试出身 这么三等 这么三等 你要是这仨权重 这叫什么 连重三元 为什么中国有这么一个成语 连重三元 你怎么不连重二十六元 三元指哪三元 戒元 会元 壮元 科举至一千三百年 连重三元的只有明朝的商客 只有他能连重三元 人家太难了 哪那么巧 都是你 有的是状元 他前面不一定是第一名 这哥们很了不起 这是我们讲的他三级考试 三级考试 乡省殿三级 然后这个殿士 第二一个 殿士 录取权由皇帝掌握 晋士及帝者 叫做天子门生 以前不是高官主事吗 所以这帮新科晋士 就容易跟高官结成什么呀 捧党 你们都是我录取的 我 元中堂录取的你们 所以你们不得听我的 听我的 所以你们就是我的门生 现在这录取权由谁来掌握 皇上掌握 皇上掌握 你跟皇上结党去吧 所以叫天子门生 你像明清两朝 这殿士在宝和殿 尤其清朝那些个 像什么康熙爷 那真是亲自出题 亲自监考 那考试一考 早上起来 一直考到夜里 点着蜡考 皇上跟着做 到后来有 皇上 前咸丰什么的 就一字一字完了 到考察转一下 同志们好就撤了 就完了 陆取权由皇帝掌握 然后 第三一个就是进士科 成为主要的科目 第四一个就是胡鸣法 胡鸣就是我们现在的什么 密封 你那卷子的密封 你姓名 年龄 籍贯 姓别 现在都是男的 没有姓别 你是看不出来了 到了明清 还得腾卷 考官看不到你的 亲笔卷子 他是由十个中书舍人 那这帮人给抄一遍 把你院子抄一遍 考官看到的笔记 全都一样 以免万一我的学生 我认识他字怎么办 看到的笔记 全一样 全一样 当然 这个作弊的方法 也多了去了 作弊方法 多了去了 这个 然后 再有一个就是 录取名额 比唐朝 增加 特别是宋太宗 他在位 这二十年 录取的近视 超过唐朝三百年 唐朝一年录三四十个 一次录三四十个 三年一次 他是一次录 五六百 年年考 这个不是说年年考的 这不是年年考 这是三年一考 所以这很难 这科举你考上 很难 全国好几千万人 读书的怎么 算十分之一 好几百万 好几百万的话 三年一考 录取那么几百人 很难 结果宋太宗在位 他就老开N科 今天我生了一胖儿子 我高兴 今天科举 开科 明年 明年我 我又生一个 再来 后年 后年娶小媳妇 挺好 再来 他老好事 再后年 我们家那树上 长灵芝了 再来 年年 这叫N科 N科一般就是皇上 整兽的 六十大兽 今年不应该科举 开N科 1894年 小秦就是慈禧太后 不是六十大兽 那年不应该开科举 所以朝廷开N科 然后你就可以去考试 然后他最后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就是说他的 说他的作用 他的作用 为各阶层读书人 进入仕途 开辟和道路 为各阶层读书人 进入仕途 开辟和道路 唐朝 科举考试 我记得跟大家讲过 白丁子弟不行 他这个科举 实际上是什么人科举 就是官宦人家的孩子 白丁子弟不行 到了宋朝 就是你什么 农民都行 农民都行 所以他就 最后就出了一个 什么结果 就是说好像 他只有几种限制 你比如说 就是犯人的孩子不行 然后昌幽子弟是不行的 就是妓女和演电影 这不行 在中国古代 这两种人是排在一类 昌幽子弟不行 他就有这么几种限制 然后别的 他就没有任何限制 你农民也可以 农民的孩子 可以参加科举 所以商人也可以 所以你看那个 那个叫什么 就那会儿 那个小孩念诗 就是私塾 私塾小孩 老师教你念诗 昭为田舍郎 目登天子堂 将相本无种 男儿当自强 对吧 昭为田舍郎 早上讲人家种地呢 目登天子堂 是吧 将相本无种 男儿当自强 是吧 这个什么 天子众英豪 文章交耳槽 万般皆下扁 唯有读书高 对吧 你读书才能干嘛 你才能客举 当官 你还用造反吗 不用啊 所以真宗皇帝 御智劝学篇 劝世子们 六经秦相 窗前读 你干嘛要读书呢 书中自有 黄金屋 书中自有 颜如玉 书中自有 千中夙 书中车马 多如醋 对吧 你只要念书 这玩意全有 是吧 黄金屋 颜如玉 是吧 这个这个 车马促 千中夙 是吧 千中夙 今天也一样 是吧 今天也一样 我连大学都 没上 你就看超市 缺不缺扛货的 是吧 缺不缺扛货的 是吧 你就看这个 是吧 你这些大学 大学毕业 你找得着工作吗 现在 你想想 是吧 找不着 是吧 找不着 所以 你念大学都念不上 还是 你念上 你好好念 你念上 黄金屋 颜如玉 车马促 还有什么来着 千中夙 你给人家念不上的话 你铁皮屋 柴框牛 棒在面 自行车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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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也是 咱也是 六经 秦相 窗前读 史地正 英语外 英语术 是吧 六经正好 英语 英语术 是吧 六经 秦相 窗前读 是吧 才行 就这么个意思 是吧 当然了 咱说这个你扩大了政权基础 这么多这个人都都都都都让你给西路的朝廷里来 他可以做官 他高兴 但是呢 你这官本来就够怎么样 够多了 你还把这么多人都招来 招来你就得让他做官 做官 你就得给他钱 我天 北宋的知识分子 待遇那么优厚 是吧 做官就给钱 所以造成了一个结果 这小字段的最后一行 小字段最后一行 录取人数过多 太多 录取多 官吏多而杂 官吏多而杂 你造成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永官永元啊 就更怎么样啊 更多了 人家就更 更不地道了 官吏多而杂 所以到了北宋初年 中期就发生了 很严重的社会危机 我们看第三节 第三节 北宋中期的社会危机和改革 唐朝实行了什么之后 嗯 不是不是 宗教跟他相对立的是均填制 是要分地的 什么之后就不分地了 嗯 唐朝实行了什么之后 就不再给老百姓分地了 两岁法 你看你们不总结吧 不总结行吗 是吧 你不总结还行 这么多 就一个同学拿两岁法是吧 所以唐以后 填制不立 没人管了 因为你这个 有多少地 你给国家怎么样 交多少税 你没地你就怎么样啊 你甭交了呗 所以填制不立 北宋更是填制不立 是吧 你想北宋皇帝是 是谁啊 太祖皇帝是谁啊 我刚才讲了高干子弟出身 他不了解民间疾苦 他怎么当了皇帝啊 就是那个 趁着人家孤儿寡妇 他窜着拳嘛 是吧 他也没见过农民起义的伟大力量 是吧 伟大力量 所以北宋他不给老百姓分地 特别是这个北宋的时候啊 他有这样的一个认识 你像宋太宗就说 宋太宗就说过这种话啊 富时连我千末 为国守财而 有钱的人越多越好 这些个有钱的人多了 为国家干嘛 守财 我可以干嘛呀 征税 富时连我千末 为国守财而 你说的那是美国 美国绝对这样 是吧 美国绝对这样 美国的个人所得税 百分之六十 是年收入十万美元以上的 这个大款本交的 你这样来富时连我千末 为国守财而 造成的结果就贫富分化 怎么样 越来越大 差距越来越大 你又不管 你又不管这个矛盾就指向了谁啊 政府吗 那就指向政府嘛 对吧 所以道理在这 是吧 所以这是 首先土地间病 其次农民反抗 那农民肯定反抗 农民没得吃了不反抗 行吗 是吧 他肯定反抗 哥我我也反抗 第三 冗官冗兵冗废 三冗 冗官冗兵冗废 冗官就是咱讲过 他养的这官怎么样啊 太多 全没用 冗兵 哇 北宋养兵的目的是干什么 特别好玩 看那个 小爱 看小字段的第二段 不用不用不用话 看小字段第二段 北宋政府为防止内患 实行养兵政策 宋太祖认为 可以立百代者为养兵也 放凶年击碎 有叛民而无叛兵 我养兵的目的就是让你别干嘛 别叛乱 有叛民而无叛兵 所以 每逢荒年 政府派人到灾区 募鸡民当兵 是吧 募这个鸡民当兵 所以 所以你这个部队等于就根本就没有什么呀 没有战斗力啊 根本没有战斗力 你这个全是什么人构成的 这这这兵全是鸡民啊 对吧 全是鸡民 所以他我我这个 这个就旧中国的时候 他不是有这么一个这个口号 叫竖起招兵起 自有吃粮人 我一竖起就是来干嘛 吃粮不是来保家卫国的 要吃不着粮呢 就滑便了 所以北宋的军队为什么爱滑便 你想他能吃得着粮吗 那长官怎么都得可口军饷吧 是吧 你看那长官坐着奔驰600 你自行车也没有啊 是吧 长官一顿饭吃什么 你吃什么 是吧 所以这帮人就划变了 欲敌无放 扰民有数 岳家军为什么后来打仗这么棒 冻死不拆物 饿死不罗抢 那老百姓就支持人民死地兵嘛 是吧 你看那北宋别的军队 为什么老百姓不支持他 是吧 你比金军 什么辽军还混蛋 是吧 还混蛋 你就会欲敌无方 扰民有数 就会抢老百姓 是吧 见到老百姓如狼似火 我见到敌人就是浩贱猫的那种感觉 是吧 你这不对那行 是吧 所以冗官冗兵 冗费 那当然了 你80%的钱花在养官养兵上了 那可不是冗费吗 第三 第四 辽西夏的威胁 这个就是一般般了解就完了 那后边还会讲 那庆里新政不考 所以开始了王安石变法 宋神宗任用王安石 神宗是第六代皇帝 北宋一共九个皇帝 北宋一共九个皇帝 太祖 太宗 真宗 人宗 英宗 神宗 哲宗 晖宗 亲宗 一共九个 是吧 一共九个 这个人宗 神宗是第六代 任用王安石 变法 找到吗 第一 理财措施 理财措施 核心是这么一句话 理财措施的核心是这么一句话 民不家父而国用饶 找到写了吗 这句话 就是王安石变法的理财措施 核心就是这么一句话 民不家父而国用饶 不增加谁的负担 但是要增加国家的什么 收入 那你要不增加百姓的负担 要增加国家的收入 就从谁身上下刀子 有钱人 所以他这个改革 他既属于调整阶级关系 也调整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 这么一个意思 民不家父而国用饶 所以第一 清描法 清描法 咱们一块看一下 每年青黄不接 政府贷款或股物给农民 收获以后加倍偿还 20%利息 免受高热盘剥 增加政府收入 20%利息高不高 太高了 开玩笑 现在都是千分之多少 你20%的利息还不高 但你要不跟政府借呢 那200%的利息 对吧 所以这样来的话 民不家父 减轻了百姓的什么 增加了政府的收入 对谁不好 就是官僚地主 对吧 官僚地主 这些人想盘剥 百姓没法盘剥了 明白这意思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牧义法 牧义法 后边不用话 还是咱一块看 政府向应服役 而不愿服役的人户 收取免疫钱 雇人服役 不服役的官僚地主 要出钱 减轻农民差异负担 保证生产时间 官僚地主要出钱 民不家父 而国用饶 增加政府的收入 减轻农民的负担 然后对谁不利 就是官僚地主 原来官僚地主 不服役 也不交钱 现在你不服役 你得怎么样 交钱了 交钱了 农田水立法 这没什么可说的 方田军税法 方田军税法 政府 重新占量土地 按美户的多少肥级收税 官僚地主不得例外 增加国家收入 谁占的土地又多又肥 官僚地主 谁的土地又少又急 农民 所以你这样一来的话 又是 体现了这句话 能明白的意思吗 孩子们 又体现了这句话 民不家父 我是国用饶 然后市义法 市义法 政府设置市义物 除钱收购 滞销货物 市场短缺时再卖出 这就限制大商人 控制市场 然后有利于 这我不念了 反正你看看这玩意 就完了 这又是减轻了谁的负担 老百姓 增加政府的收入 能明白这意思吗 政府收入 政府在 下季 收购羽绒服 二百块钱一件 以免你 积压仓库 所以商人都把羽绒服 卖给政府了 二百块钱一件 到冬季 政府以六百块钱卖出 然后政府挣四百 对吧 但是如果要是商人卖 他可能卖八百九百一千 对吧 所以这样的结果 造成结果 就是政府得点钱 老百姓物价能够便宜点 然后商人吃亏了 就这意思 所以整体他的理财措施 都是体现的 这个思想核心 民不家父 而国用饶 而国用饶 第二 军事措施 军事措施 保甲法 政府把农村住户组织起来 十家一保 它是十家一保 五十家一大保 二百五十家一都保 一都保 就是保 大保 都保 这么要编 然后你们家 如果有两个男丁的 出一人为保丁 丁咱们讲过 是十八到四十五五十 反正这没准 有的朝代从十六开始算 要人死一段朝代从十八 有到五十 有到四十五 反正不丁都不算 就是丁了 俩丁里边 出一个 做这个保丁 蒙贤时练兵 平时种田 战时编入军队 抵御导夏进攻 减少军费开支 那么大家看 这种兵 想叫什么兵 这是什么兵 民兵 民兵 民兵是保卫哪了 保卫哪 当然是保卫自己国家 保卫别的国家 保卫什么地方 本乡本土 中国最适合这样的军队 因为鲁迅先生说中国人 倾家国而种乡土 勇于私斗 窃于攻占 倾家国而种乡土 中国人只有什么概念 咱一出国 你北京的 我也北京的 你上海的 我也上海的 咱没有说 咱都是中国的这个概念 你北京的 你看我也北京的 咱北京同乡会 没有中国同乡会 北京的 那都是北京的 日本人打上海 那关我 你知道什么几件 日本人打上海 咱这不是北京吗 日本人打朝阳 打朝阳关你什么事 咱那海店 海店 打到紫竹桥了 紫竹桥 咱这四通桥 无所谓 中国人这 关你什么 你急什么 打上海 你急什么 倾家国而种乡土 勇于私斗 打架这种感觉 你看我媳妇也 跟你没完 勇敢这呢 打仗 不行 打仗不行 所以这样的话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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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民兵非常适合 你保卫你媳妇 保卫你家乡 保卫你家乡 这道理 是吧 将兵法 将兵法 进军固定 然后固定的将官 加以训练 充实边防 这没什么可说的 第三 教育措施 找了吗 教育措施 改革科举 废民精 社民法 废民精 社民法 找了吗 这民精 就是死精被的 那东西 没用 社民法 社民法 这不是废民精 社民法 我天 我以为你书盗版的 整顿太学 整顿太学 找到了吗 使学校成为 为变法造舆论 育人才的地方 学校成为为这个 变法造舆论育人才的地方 所以它的作用 往下看它的作用 通过王安石变法 知道了吗 一定程度扭转了 肌贫 肌弱 没能彻底的 那一定程度上 扭转了这个 肌贫 肌弱 但最后还是怎么样啊 失败了 那为什么失败呢 第一个用人不当 那危害 百姓 更主要的是 触犯了大地主 大官僚的 利益 找到了吗 用人不当 危害百姓 第二个触犯了大地主 大官僚利益 然后司马光当政 对砸钢那个 当政 所以它的心法被废除 这个王安石变法 他这书上就说 用人不当 为什么他用人不当 王安石干这事 压力很大 因为咱们中国一直是哪家思想 等于是儒家 儒家的政治主张是 法先王 你要有改革的主张 一般就被认为是 离经叛道 大逆不道 所以王安石呢 他是顶着雷 他顶着雷 他顶着雷 他怎么办呢 就是我的压力很大 所以王安石的反弹也很大 王安石就明确的表示 说我这个变法呀 是本着这么一个原则 温家宝总理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 就引用过这个 王安石这三句话 天变不足位 祖宗不足法 对对对 祖宗不足法 人言不足序 能明白这什么意思吧 天变不足位 祖宗不足法 人言不足序 说因为你王安石变法 你看地震了 七点九级 王安石说 我不相信 我接着变他那个八点三级 我看看 天变不足位 祖宗不足法 祖宗之法 以守祖宗之地 今祖宗之地不守 何谈祖宗之法 所以祖宗不足法 人言不足序 大家都埋怨你 他们越埋怨 证明我越正确 争计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所以你这么着 这么着一来 这王好听里说 大无畏 一往无前 一往无前 往南庭里说 就这哥们有点怎么着 这太愣了 你谁都不怕 天 祖宗 人 就没人能管得了你了 那往往他的事 就容易走向极端 极端 所以他为什么会用人不当 很多人并不见得赞成心法 只不过王相公喜欢心法 所以我就来了 我求官 为了求官 对吧 然后我就假装说 我重视心法 然后我就当官了 因为支持王安石的人太少 我当官 当官之后 我把这心法作为敛财的手段 是吧 你以为那清苗法应该是20%吧 我收30%的利息 提局使 以多散为公 我多收 应该是我需要借钱 我才借 现在怎么样 你必须借 你必须借 你还不上怎么办呢 富户为穷人做担保 你们村有地主吗 有地主 有地主给所有的农民做担保 还不上你还 最后这村里不但农民跑干净了 连地主都跑了 连地主都跑了 再有一个就是说 你说咱们中国古代 孔圣人就讲这种话 孔圣人说 君子 欲亦 小人欲亦 利 所以杀身成人 舍生取义 这个是君子 竹利 这是什么人 小人 为什么商人 商居四民之末 市农工商 商居四民之末 因为你竹什么 利 琵琶情 商人重利 清离别 钱月福良买茶去 人家不清离别 拿什么养活你 商人重利 白居瞧不起人家 商人重利 清离别 所以他这个 你王仁石整天作不什么 民不家父而国永饶 你整天追逐什么 利 那你是君子还是小人 你小人 你真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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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能治国 怎么能治国 再有中国古代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 就是官不与民争利 你当官了不能做买卖 跟老百姓怎么样 争利 其实今天你看 很多国家都是这样 你说我是市长 我们家人要开公司 你能竞争得过我吗 我就欠你钱不还 来劲把我驱逐中队武警 跟公司封了 我就不还 你一点折没有 所以官不能干这个 你不能与民争利 所以王安石他干的这些事 就是在与民干嘛 争利 他说民不家父而国永饶 那么那些地主算不算民 他也算 所以你这样一来的结果 就是你干的这事 等于就是与民争利 所以这些东西就成为保守派 攻击他的口实 后来很多这个就是保守派 讲王安石变法的种种弊端 那个并不是人家凭空编的 你确实存在着这些弊端 而且特别是王安石变法之后 朝中的大臣就分成了新党和旧党 新党上来就打旧党 旧党上来就打新党 党同伐异 这样来的结果就使得北宋大臣之间党争越来越激烈 也后来是造成他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这王安石变法 这在历史上评价不高 王安石在宋史什么的地方 都是进奸臣砖的 中国历史上对他的评价不是很高 天下骚然 一下怎么说就是党同伐 党争势同水火 原来不这么厉害 现在一下各种矛盾都给人计划出来 所以他这个变法最终还是失败了 所以有人说这北宋灭亡都是王安石者的祸 失败了 这样一来我们前面讲过 说这个宋朝啊 北宋并没有完成国家的统一 他只是结束了五代十国的这个分裂局面 没有完成国家统一 所以在这个在跟北宋并立的政权 还有辽和西夏 所以这个我们来看教材的九十四页 九十四页第四节 辽西夏的建立和宋辽宋夏的核战 第一行 同北宋并立的少数民族政权 找到吗 有契丹的辽 女真的金 党项的西夏 契丹的辽 女真的金 党项的西夏 有这么三个政权 第一个 契丹的兴起和建国 契丹的兴起和建国 契丹 第一点 契丹 辽和上游 游牧渔猎 当时叫希拉姆伦河 辽和上游 游牧渔猎 第二 唐末 发展 唐末 这个西丹势力发展 汉族农民 迁到长城以北 迁到长城以北 契丹 契丹人 学会了种植 建成 农耕 找到吗 农耕 那你看见没有 这个中原的农民 为什么要迁到长城以北 躲避战祸 那就说我现在就是问你啊 这个咱们中国古代的人口迁移 应该是怎么迁啊 中间往四周迁 很好 从中间往四周迁 有的孩子我问说 中国古代人口迁移怎么迁 南方人到北方 北方人到南方 这成交换场地 你以为篮球呢 他是从中间往四周 那中间是指哪 中原 中原 从中原往哪迁 往南 往南就是哪 江南 往南就是江南 开发这个江南 然后还往 就是哪 长城以北 实际上咱们讲过 这个长城以北的地 它不能种 长城以北 长城以北 还往哪 还往哪 西就是什么地方 西域吗 更 更多的学者就是什么地方 咱们讲过 前面在魏晋南 北朝 都是讲过 主要往哪 签 你都不总结吧 你看看 何西走廊 还行 我写出俩字来 能猜出后俩字 何西走廊 还有 也是在魏晋南 北朝 我都是讲过 也是在魏晋南 北朝 都是讲过 不是朝鲜 朝鲜是外国 咱 安安 辽东 对 安是朝鲜 但是咱别说朝鲜 是那么回事 但咱别这么说 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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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 然后往江南 这几个地方签 都是因为为了躲避战乱 躲避战乱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阿拉伯三 阿拉伯三 再下一段 十世纪初 契丹首领耶律阿宝基 耶律阿宝基 这个 圈一 统一契丹各部 统一契丹各部 第二 提倡农业 接受汉族文化 提倡农业 接受汉族文化 耶律阿宝基 这阿宝基 明显是契丹化 契丹化 他建国之后 改名叫耶律裔 耶律裔 名字也改成 汉族的名字了 耶律裔 这个 第三 九一六年称帝 建立了契丹国 定都上京 阿宝基 就是辽太祖 我们看到 以前的少数民族领袖 叫什么 蝉鱼 凶主叫蝉鱼 突厥什么都叫什么 可汗 吐蕃叫赞普 叫赞普 他们只有入主中原之后 才会建立帝号 对吧 像五湖十六国 五湖入中原 建帝号 而这个契丹人在哪 在草原上 就建国称帝 一切都跟中原怎么样 一样 辽有五个首都 他说游牧民族 所以皇帝 他五个首都 赚 上京是林皇甫 今天内蒙古的巴林左旗 在这个地方定都 所以他就是辽太祖 第四 圈四 创制文字 契丹人创制的文字 契丹文什么样呢 在汉字的基础上 比汉字复杂的多 这是一个契丹文 这是一个契丹文 乍一看很像汉字吧 仔细一看你不认识吧 仔细一看你不认识 这是一个契丹文 它的意思是降水的降 怎么读不知道 没有人能够解读 因为契丹文 已经变成一种死文字了 就怎么读 不会有人读 契丹文 常用的是三千多 我们现在能够认出来的是五百多 能够认出来是五百多 所以这个契丹文是 因为这个 辽朝书尽甚年 他跟北宋的往来 全是汉文 所以连北宋人都不认得契丹文 不认得契丹文 等他辽一灭亡 这个文字就随着辽的灭亡 也就退出历史舞台 因为这个确实 因为咱的汉字是 单阴节字 契丹语是多阴节 所以他用汉字来计数 是很不方便的 你比如天 咱们写出来就是个 咱写着天 咱念就念做天 契丹人要念成藤格里 所以他写出来就非常的麻烦 他一个字念撒音 很别扭 所以契丹文就 你看那个 叫什么呢 天龙八部 萧丰的爹不是被人误杀了 在那个墙壁上刻字 你看港台拍的那垃圾剧 那个萧丰的爹刻的就是蒙古文 我很佩服导演 他没让他刻英文 咱大陆的那个刻的就是 契丹文 就是像这种样 契丹文 你没吃过猪肉 连没见过猪跑 你看 契丹文什么样 他刻的就是蒙古文 那个不对的 那是不对的 所以这是这个 第三 第三一个 第四 阿拉伯寺了 阿拉伯寺 阿拉伯寺了 刚才阿拉伯寺四小点 对吧 阿拉伯寺四小点 然后第四 阿宝基的儿子 不要不要阿宝基 就是耶律德光时期 契丹得到了幽云十六周 改国号为辽 契丹得到了幽云十六周 改国号为辽 耶律德光就是辽太宗 辽太宗 辽的第二代皇帝 这个德光的名字 已经就完全是汉字了 他得到了幽云十六周 幽云十六周的幽州 就是咱们北京 今天的宣武丰台 两区 宣武丰台这两区 什么南县阁北县阁 那边 就是辽的南京 辽南京 辽不是有五个首都吗 辽的南京叫西金府 分析的西 天津的金 西金府 这指的就是北京 辽的西京就是云州 就是山西大同 东京是辽阳 中京大定 就内蒙宁城 宁城老孝 那地方 初九的那地方 他五个首都 俩在幽云十六周 这是后晋皇帝石敬堂 隔让给辽的 他让辽帮他灭后堂 然后他把幽云十六周 隔让给辽 然后45岁的石敬堂 拜36岁的耶律德光 为义父 中国历史上有名的 儿皇帝 儿皇帝 那么这个幽云十六周 被辽得到之后 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好处 不是 他得到幽云十六周 对他有什么好处 就这个地方什么比较发达 农业发达 很好 先写上这色字 农业发达 农耕发达 这个地方什么好处 第一个是农业发达 第二个呢 你想这幽云十六周的位置在哪 有韩族出海口 不是 那个 他东北也有出海口 那会人出海干嘛 尤其聊 骑马民族出海都淹死了 很好 他位于长城也难 真棒 真棒 咱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 你看他 他这样的表述 是很苍白的 他不是学科语 但是不影响到正分 明白这意思吗 这地方能种地 那不就说明他农耕发达 长城以理 那说明他对长城以南 这不影响到正分 明白这意思吗 但是他绝对不属于历史学科语 大白话 那没关系 只要能挣到分就行 这个地方什么好处 这么两个好处 长城以南 农耕发达 对吧 所以你过去修长城 就是为了挡住这些少数民族吗 你现在长城 天险尽失 天险尽失 他都在这个 长城以南了 幽云寿州被人家占了 原来少数民族 打不过这个中原王朝 就是说最后 跟中原王朝耗 他耗不住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他什么不行 他经济不行 对吧 他经济不行 你游牧经济 那玩意没谱 一场大雪灾 就能造成你止足灭亡 一场大雪灾 一场大风灾 你这个民族就有可能灭亡 现在我也会干嘛 种地了 我也会种地了 而且我这个 长城以南 天险尽失 我这骑兵 从北京出发 骑上马 往南跑 这不全是什么 平原 就中间黄河挡一下 别的无险可挡了 宋辽的边境 在雄州 霸州 北京往南三百里 什么白沟 什么过去 假冒伟对 那产品 在那地方 在那地方 雄州 霸州 什么白沟 在那地方 所以他属于 你这样一来的话 造成的结果 就是你天险尽失 天险尽失 所以大家要明白 他这个忧郁兽州 对辽的有重要作用 那这样一来的话 辽就面临着很多新情况 新问题 就是说我新扩充的这些地盘 我新增加的这些人口 我怎么进行管理 我怎么进行管理 中原王朝 咱们华夏民族 有这么一个认识 有这么一个认识 葫芦五百年之运 咱们认为少数民族 如果入主中原 它的统治不可能超过一百年 因为咱有这么一个认识 葫芦五百年之运 葫芦为什么五百年之运 为什么五百年之运 就是你一进入中原之后 你面临着两个选择 汉化还是不汉化 汉化不汉化 你都完蛋 对吧 汉化了还有你吗 所以你像那匈奴先卑 结底腔 一入中原汉化了 现在谁说自己是先卑族的后代 早就被怎么样 汉化了 隋唐王朝都有这先卑的血统 对吧 但是就汉化了 先卑民族就没有了 所以你汉化 你这个民族就没有了 你五百年之运 你不汉化的结果是什么 你能用啊 你就被打跑了 对吧 你那么落后的经济文化 你能统治这个人口众多 经济发达 文化发达的地方吗 你统治不了 你就被打跑了 所以你汉化不汉化 你超不过啊 一百年 五百年之运 到底都在这儿吧 蒙古人不汉化 九十多年回草原上放羊去了 满洲人实际上就怎么样 汉化了 哪个满族的人还会说满语 还认得满文呢 还认得满文 都已经被汉化了 实际上就是 所以这个辽 是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你不是胡鲁五百年之运吗 辽二百一十年 而且就九个皇帝 是吧 二百一十年九个皇帝 那每皇帝在位时间怎么样 很长啊 像五代五十三年 十四个皇帝呢 你想想 是吧 他为什么能很好解决这个问题呢 一国两制 是吧 一国两制 所以看底下第五 第五国 辽 翻汉分治 辽 翻汉分治 设立南面关北面关 南面关北面关 南面关 汉人和契丹人 这个统治汉人和渤海人 南面关统治汉人和渤海人 北面关这个统治契丹人和其他少数民族 北面关统治契丹人和其他少数民族 找到了吗 你们看那个天龙八部 看过吗 修丰 南院大王 他就是什么关 南面关 南面关统治汉人和渤海人 北面关统治这个契丹人和其他少数民族 和其他少数民族 我们看这个辽的上京临皇府 考古 这个上京临皇府 他已经被金人给毁掉了 但是因为在蒙古草原上 移植保存的非常好 是吧 你就明显的能看到什么 他这个上京是由两部分组成的 南部叫汉城 北部叫宫城 北部叫宫城 那么南部街道房屋 街道房屋 有房有室 跟隋唐长安非常相似 你看那遗址就能看得出来 北部除了宫殿之外 什么都没有 就是契丹人住的地方 除了宫殿什么都没有 那证明契丹人住什么 帐篷 对吧 帐篷 这典型是一城两制 可能那契丹人不习惯在房子里住的 他喜欢住帐篷 即便是建了城进来 他也都是在周围干嘛呀 搭帐篷 就是那个叫沃尔朵 是吧 就是其他语叫沃尔朵 就是这些帐篷 保卫着这个皇宫 那其他人住在帐篷里 你典型的 难免你不能让汉族人住帐篷 是吧 其他人都不习惯住房子 那怎么办呢 进城搭帐篷 是吧 搭帐篷 是这个意思 皇上倒已经是在这个 在城里边住房子了 已经是吧 所以他就是这就属于 你看典型的 是吧 以国制代 其他人 以汉制 拜汉人 是吧 这很典型的 一成两制 是吧 那么这个契丹建立之后 就跟后来北宋一统一 就不可避免 他就跟北宋怎么样了 接掌上了 所以这个难免 这个两者之间 就会产生矛盾 产生矛盾 所以看底下 这个宋辽何战 宋太宗 统一了中原和南方后 这个向辽进攻 为了夺取幽云 向辽进攻 找到了吗 找到了吗 高粱河激战 找到了吗 高粱河激战 高粱河同原辽的激战 找到了吗 宋军大败 高粱河在哪 紫竹宴公园 紫竹宴公园 离我们很近 高粱河 紫竹宴公园 这个宋军十万 在这个地方 同辽军激战 辽国名将南苑大王 耶律休哥 率九千铁骑 把十万宋军 打得全军覆没 太宗皇帝中两戒 坐驢车逃回南方 马车可能都被打死了 坐驢车 建商年年复发 最后皇帝就死于建商复发 所以等于就是 高粱河一战在皇帝心里 埋下了永不磨灭的阴影 十万宋军 被九千辽军 打得几乎全军覆没 这是九拜七十九年 刚灭了北汉 挟灭北汉之余 来灭辽 惨成这样 四年以后 辽景宗耶律贤病逝 辽圣宗耶律龙继位 年仅十二岁 辽圣宗年仅十二岁 由他的母亲萧桌 就是萧太后 成天姓 皇太后 执政 所以宋朝趁着人家 主右国夷 二十万大军 兵分三路 二次罚辽 东陆军是主力 由平定五代十国 大将曹斌 亲自指挥 出东陆 田崇晋出中路 攀美洋叶出西路 兵分三路 去进攻辽 东陆军一出 遭到辽军主力的痛击 辽国名将南院大王 耶律携诊的四万铁骑 把十万宋军 打得全军覆没 曹斌带了几十人逃离战场 中路军 田崇晋 吓得就没敢出去 东陆军是主力 他都覆没了 我出去不是琢磨 所以田崇晋 可能在边境上 扫荡了一方 砍了一百多 齐单老百姓的脑袋 逼了回去冒功 我没遇到 没碰到齐单兵 只碰到小部队了 杀了点 我回来了 杀两个冒功 西路军就是潘美杨业 就是大家听的杨家将什么的 那个是吧 潘美杨业 他们出去之后 幽云十六州 山西占了四个州 等东边的战场一平定 辽军主力是骑兵啊 是吧 是迅速回师西线 然后潘美后撤 杨业就是打掩护 最后这个 这个西路军可能逃回来一部分 杨家将全军覆没 杨业兵败被俘 关在房山的浩天塔 绝食殉活而死 是吧 等于就是两次伐辽几乎都被人打得怎么样了 全军覆没 几乎都是全军覆没 第二次要不是田充进撤得快就也完了 几乎都是全军覆没 所以这样的结果 这样的结果 就是他两次伐辽的结果 这个宋 手内虚外 手内虚外 等于这个宋朝就不敢再跟辽国干嘛了呀 打仗了 你不打人家 人家可就要来打你了 人家可就要来打你了 所以往下看 1004年 辽军南征 宰相扣准 奸主抵抗 宋称 真宗亲征 辽国人一打过来 迅速打到了黄河岸边的禅州 看见那个地图了吗 找到禅州了吗 禅州离东京已经近在 咫尺了 因为你地方上兵也收了 财也收了 赏罚行政一切收了 所以人家过来非常快 快要打到禅州 宋真宗是第三代皇帝吗 召集摆官 问怎么办 宰相王亲若 是金陵人 主张迁都金陵 宰相陈饶走 是成都人 这个主张迁都成都 反正那俩宰相 都是一个主意 干嘛 跑 对吧 我们跑四川去 当年安史之乱 明皇姓蜀 就是江山社稷得以保存 是吧 所以咱应该跑 是吧 然后这个王亲若说 不往那儿跑 咱跑到南京 南京有长江天险 西大人过不来 真宗就晕了 还在向寇准 今天请兵驾 行 问问他 他一琢磨 这寇准是陕西人 八成主张我迁都长安吧 是吧 结果没想到寇准一来 慷慨激昂 敢言迁都者斩 都成乃天下之根本 根本动摇 人心尽失 你皇上都跑了 你指着别人为你卖命啊 再说咱怎么跑 咱跑得过气单人 你俩腿人四个蹄 是吧 你跑得过吗 是吧 到这份上 你必须抵抗 御驾亲征 宋真宗 勉勉强强 御驾亲征 是吧 过黄河的时候 这宋真宗 他就不愿意过去 是吧 就是说这个 怕死啊 他不愿意过黄河 他在这轿子里磨去 是吧 我我我 我看我什么事还没办 我钥匙落架了 是吧 钥匙落架 是吧 这个MP4没带 我就不想抗 扣准他生气 也没辙 没辙 这个太尉高穷 拿着鞭子就抽这个 抬轿子那帮人 高穷 拿鞭子抽 瞎脸啊 赶紧把黄河抬过去 他不敢骂黄河 他抽着抬轿 抬轿子 抬轿子给黄河抬过去 是吧 这黄河没辙了 骂着娘过去了 过去之后 就到了这个 这个蝉舟城 到了蝉舟城 这黄河躲在这个 这个县牙里 舟牙里边 就不肯出来 不肯出来 然后扣准就跟他说 说您上城转一圈 您让老百姓看看 您来了 黄河说是 老百姓是看的 廖国人也看的 是吧 有虚鸡头 你不知道 扣着赶紧把钢盔 防弹背心 给皇上准备好 金盔金甲 外罩软 紧袍 金甲武士 李三层外三层 围着您 没事出不了事 问题 皇上勉强转了一圈 宋军将士一看到 金瓜岳府朝天凳 黄罗散盖 山虎万岁 守城的宋军 三十万 围城的辽军 九万 九万 所以宋军是山虎万岁 这是四方秦王之师 抵达 第二天开战 辽军统帅 萧打揽 被宋军给射死了 宋军用床子弩 一张弓 一张弓 多大呢 就是 底着是一张床 床上搁一张弓 那张床多大呢 四排桌子 五排桌子 那么长 那么大 一张弓 脚车脚开了 并射五支箭 每支箭将近三米 然后那毛头 就射长毛子 那玩意 那不是 那东西射什么屎 射马 射成朵 拿来射 萧打揽 萧打揽 叮地上了 拔都拔不出来 所以这一开战 等于辽国主帅就怎么样 就死了 主帅死了 你想你这玩意 多可怕 主帅死了 所以辽国惧怕求和 找着这个了吗 辽国求和 宋真宗到了前线 然后辽国求和 找着了吗 然后这个 辽国叫义和 然后合意 合意 辽国跟这个北宋义和 每年 这个 送给辽碎壁 然后辽 撤兵 这个叫做禅渊之盟 扣准就跟 宋真宗说 一鼓作气 收复幽云 以为太祖太宗 在天之灵 真宗说你拉倒了 这你把我下个够下 太祖太宗 辽只要不让咱割地 给点钱 没关系 我给得起 宋朝不是最有钱吗 花钱买个天下太平 派了一个使臣 叫曹利用 你去辽营谈判 只要不割地 割地对不起祖宗 给钱 我可以一年 答应给一百万 岁币 一年给一回 我答应给一百万 然后曹利用就去了 去了之后 他出门的时候扣准 告诉他 皇上让你给一百万 你要敢超过三十万 回来我剁了你 所以曹利用 到了辽营 一番唇枪舌舌 答应了 三十万 每年十万两 白银二十万匹彩捐 那就是薄 二十万薄 十万两白银 然后曹利用回营赴命 皇上吃饭 不便接见 就派了个太监出来问 说这个 给了多少钱 曹利用一想 这么机密的事 跟太监说 太监回就说三百万 皇上下得快 都扔地 给这么多钱 三百万 三百万买着天下太平 没关系 没关系 我认了 等一会把曹利用叫了一问 是三十万 皇上高兴呢 五一劳动奖章 是吧 太厉害了 三十万 天下太平了 天下太平了 从此之后就不再干嘛了 不打仗了 不打仗了 所以对这个碎壁怎么认识 是吧 跟后来马关条约的钱一样吧 那不一样 那不一样 所以跟对这碎壁怎么认识 看这个后边的教材 后边的一段 关键在这一段上 禅渊之盟后 这儿了吗 宋辽 格国句号斗号 维持和平 边境安定 贸易兴旺 实者往来 边境安定 贸易兴旺 实者往来 这个民族融合 民族融合 所以说呢 就说这个钱给的 跟那个后来那赔款的概念是怎么样 不一样的 那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个契丹族 是哪的民族 中国的民族 对吧 中华民族 今天这个民族已经 没了 但是呢 根据这个 就是基因鉴定 就是今天中国东北的达沃尔族 跟契丹人的基因是 最接近的 也不是一样 是最接近 就有可能 这达沃尔人是契丹人的 后代 末代皇后宛容 就是达沃尔族 就是达沃尔族 所以他有可能是 这个契丹人的 这个后代 所以他是中国的民族 这个不能叫这个屈辱啊 什么的 这个丧权辱国 谈不上 另外 每年给达的税币 相当于北宋两个县的财政收入 那北宋有多少个县 一千大几百吧 那一千大几百吧 你花两个县的财政收入 买一个天下太平 你要打起仗来 冰联霍节 风火贫年 那可不是这两个县的钱 能够怎么样 解决搞定的了的 所以我觉得就对这个游牧民族啊 这个采取的这个政策 其实最合适的就是两宋 两宋 所以你看两宋立国三百多年 仅仅比汉朝短 最合适的两宋 像汉唐那样是不可取的 因为你彻底消灭 他根本就怎么样 不可能 你消灭了他之后 他还会有新的强大的民族 游牧民族 兴起 打起仗来是没完的 他来这儿是想干嘛 咱们抢点东西嘛 你别抢哥们给你 给你 给你之后 我给你的钱 是白给吗 我财部白给你的 我往你那卖书 卖瓷器 卖茶叶 不是 贸易往来吗 我很快就把那钱就怎么样 赚发 你还得倒贴呢 我很快就把这个碎币的钱 我就给怎么样 赚发 你拿什么给我呀 你不就给点牛马骆驼毛皮吗 那值个什么钱 你说我这瓷瓶换你几匹马 换你几匹马 你要不然的话 你就加这白马吧 这瓷瓶我不给你 对吧 你绝对做不出来 对吧 你绝对做不出来 你说这玩意不平等 平等不平等 这瓷瓶你做不出来 对吧 那马这玩意就是你那有 所以这很快 这贸易一来 就把这钱就给赚回来 而且双方关系还怎么样 一百一十九年 没有战争 要不后来为什么联合金灭辽的时候 就是背蒙 北宋是背蒙 背心弃义 他没有战争一百多年 是吧 边境上 边境上 生育翻兮 牛羊 胚也 戴白之人 不识干戈 是吧 就宋辽 禅渊之盟签订之后 生育翻兮 牛羊 匹也 就是满山遍野 是吧 这个 匹 就当通假字 牛羊 匹也 是吧 什么叫戴白之人 不识干戈 老人 头发都白了 没见过什么 没见过干戈 没见过打仗 那可不是就是这个双方和睦友好吗 和平友好吗 戴白之人 不识干戈 不识干戈 所以这样一来 促进了民族的融合 友好 是吧 这个 辽的统治者呀 他自己说 辽的统治者他自己说 武修文武 彬彬不异于中华 这能明白什么意思吧 这个文物指的是什么 不是出土文物 这个文物就指的是这种典章制度 武修文武 彬彬不异于中华 我的典章制度 我的规矩 典籍这些东西 跟中华是怎么样 一样的 我不比中华差 那我也是中华 你不能把我视作蛮夷 我也是中华 那他要认可了 自己是中华 那他呆的这块地儿就是哪了 中华 对吧 就是中华 那这块地儿不就慢慢的就被 就并入我们中华 版图 大家庭了吗 能明白这意思吗 所以你看就是中国的领土的扩张 跟美国 俄罗斯是不一样的 他是靠什么呀 打军事 军事扩张 咱们是靠 民族融合 文化的认同 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方式 向边疆地区的扩张 就把他们逐渐就给弄下了 是这样 从这边看得出来 所以这是我们说的 跟辽 下面跟西下 跟西下 西下 第一 党项 是羌族的一支 在宁夏 甘肃 陕西 西北 游牧 这地儿怎么样 是是 穷了 是吧 穷了 宁夏 红军不是从这儿出来的吗 陕甘宁 对吧 陕甘宁 那这些地方 这比较穷 然后 第二点 第二点 1038年 党项族首领 袁浩 元浩 圈一称帝 称帝 都兴庆 史称西下 称帝 都兴庆 史称西下 这个元浩建立了这个西下 他叫大夏国 大夏国 因为他在宋朝的西本 所以这个大夏就被称为西下 都兴庆 今天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首府 银川 元浩并不是开国的 他的这个父亲得名 爷爷祭迁的时候 这个下朝的政权就基本上就形成了 所以这个元浩死后 妙号景宗 并不是这个太祖太宗 他爸爸太祖 爷爷太宗 到他这正式称帝 以前称王 到这正式称帝 是吧 然后这个帝圈 阿拉伯二的圈 仿效 唐宋建立政治制度 仿效唐宋建立政治制度 下一行 推行科举制 仿效唐宋建立政治制度 推行科举制 找了吗 其实这个辽和金都有科举制 咱这教材就在这个下这讲了 辽金他也都有科举制 然后这个第三创制西夏文字 西夏文字 西夏文字也是在汉字基础上 笔画比汉字复杂的多 复杂的多 写出来都跟这样的 不见得真是个西夏文字 就像这样 全是这样的 西夏文写出来 它基本上都是这种左右结构 没有上下 没有上下 上下少 更没有这种 就是什么国字框 那种内外的这种结构 没有 所以这个西夏文 它也是一种死文字 西夏文也是一种死文字 但是在上个世纪初1908年 内蒙古俄纪纳奇的黑城遗址 被俄国考古学家叫发现 那里面都是西夏的文物 全被人家给运走了 所以这个是敦煌第二 五国文化之伤心史 今天研究西夏学的中心 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 所以中国的学者如果要研究西夏学 必须得去哪 俄罗斯 留学去 就你去上哪儿留 因为他这个 在这个考古的时候特别有意思 他发现了一本啊 西夏人古乐茂财编的 西夏文跟汉字对照的字典 所以这个西夏文现在是能够 看懂了 能够看懂 但是好像音还是不会读 就是西夏语没人会说 但是字好歹一个一个都能看懂了 因为那会他没有汉语拼音什么的 所以你也不知道这字怎么念 他发现一本字典 翻汉和石掌宗珠 发现这么一本字典 一下这个这个 这西夏文能够能够被破认出来了 当然我说这西夏文 它像这样 它不是真写的这样 咱不知道它什么 不知道西夏文怎么写 不知道西夏文怎么写 然后西夏该跟北宋干账了 西夏跟北宋干账 这个第三 阿拉伯三 阿拉伯三 元昊称帝 与宋交兵 损失重 双方损失重 谁更重 宋更重 只不过就是宋我们不怕 我们有的是人 地域广大 人口众多 人口众多 三川口之战 宋军是十万人 全军覆没 撒统帅都被活捉了 好水川之战 宋军也是十万人 全军覆没 主帅人服战死 但是西夏损失也很大 西夏全国人口好像就二三百万 他不想宋朝好几千万 可就是造 西夏死一万人都不得了 都不得了 所以呢 这个元昊请和 双方合议 双方合议 下队宋称臣 宋好歹闹了一个 形象工程 对吧 下队宋称臣 但是人家关起门来照样 称姑道瓦 南面称姑 关起门来照样当黄 他只不过就是给宋朝 给一个面子 称臣 然后宋要给夏岁碧 是吧 宋要给夏岁碧 只不过宋给这个岁碧 他也是嘴上我 占了便宜 我每年赐给你 你是我的臣子 所以我赐给你 二十五万 给辽是五十万 给辽是三十万 后来涨到了五十万 给夏是二十五万 每年白银七万两 茶叶三万斤 绸缎十五万匹 每年我赐给你 谁让你穷一步开眼 我赐给你 但是你对我得称臣 实际上宋夏边境 是一直在打仗 因为这夏它那个地方 实在不适合人类生存 怎么认识 跟缠冤之谋 一样 所以把最后那行画下来 宋夏和平 民族 融合 它的作用 认 换下来玩了